112年全国宇文竞赛之前在高雄圆满的落幕了 华联市代表全线参赛的选手表现的优异 其中中正国小的杨麒麟以及其大副中国中部的林千亿 分别在阿美族语朗读以及国语演说项目荣获了全国的特优 市长魏佳燕亲自颁发奖状以及奖励金给两位同学 恭喜他们在全国赛中脱颖而出为笑争光 112年全国宇文竞赛日前在高雄圆满落幕 华联市代表全线参赛选手表现优异 其中中正国小杨麒麟还有持大副中国中部的林千亿 分别在阿美族语朗读还有国语演说项目荣获全国特优 市长魏佳燕亲自前往半八奖状 今天来表非常多位的孩子们 其实也真的很希望我们孩子到全国的赛事里面 都可以为华联来争光 特别是我们有两位的特优 那是我们的麒麟跟我们千亿 那其实非常的优秀 那未来也持续的鼓励我们所有花莲室的孩子 所有的学校 那也持续的希望他们能够参加这样的语文竞赛 那也要特别的感谢我们所有学校 所有的老师的一个努力的付出 那我们最后也希望未来我们孩子们持续加油 那公所这边也会持续的来为我们孩子来努力 中正国小及持大副中校长也感谢市长的重视 他们强调会持续培养学童的语文能力 首先非常谢谢我们的市长 今天亲自来我们学校做这样的一个颁证 我们阿美竹语在今年的语文竞赛里面融合特优 那我非常谢谢我们的指导老师逸琳老师 那我们奇林小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全国的竞赛上面表现 这么忧郁为他而感到荣耀 其实我也问过逸琳老师 就是奇林小朋友在家里都很勇于说竹语 尤其是阿美竹语 那他在这次有这么忧郁的全国特优的一个表现 真的是非常棒 我们小朋友在老师的这样的一个 有计划的指导之下 那尤其是在我们看到花莲市政府 市工所市长亲自这么的鼓励 奖励我们的孩子 让孩子知道说 我就是要好好的把语言的能力培养起来 当我的语言能力比别人还要好的时候 其实我的学习也会比别人还要快速 我的学习比别人还要快速的时候 我对未来世界的这个接触 就会更宽广了 非常谢谢我们卫市长 亲自来跟我们孩子加油打气 市长卫家燕除了亲自表扬 荣获全国特优的两位选手之外 也准备了奖状和奖励金 给其他还有七位获得优等 及四位得到假等的同学 请校方代为转发以此鼓励 这里会幻视报道